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今集上網有網友發了兩張圖片給我 我覺得這件事頗有趣 所以就同大家分享一下,談一下 這件事講什麼呢? 這件事講的就是講緊 在澳門請工人方面說 人工是越來越貴了 已經拉高到7000多元 我們先看看這張圖 他這張圖在問 你的人工是不是被工人追上了 他又說疫情之前家庸人工給得起 洗錢就不用看價錢 疫情之後他就說家庸姐姐人工不斷加 澳門人就不斷放沒有身價 澳門的家庸現在是供不應求 澳門找工就供過於求 其實他講得對的 澳門來講 你家庸部分由於疫情影響 其實你要找到家庸 他是幾年不回家是好難的 因為每個人都是來打工的 每個人都有自己家庭 是需要回去的 你不讓他回家也是沒有可能的 但是這樣的話就變了有個問題 他回完菲律賓的時候 他回來澳門不是那麼容易的 好像是最近才放寬家庸入境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家庸人工是升得很厲害的 以前講的都是4千多元就可以請到過了 現在都要去到5千多甚至7千多元 是比較高的 對現在澳門這個情況來講 另外再講講 其實澳門現在是有很多人 是叫做二次就業的 其實二次就業這一批人 很多都是叫做有請工人的 因為他們之前在賭廳或者賭場 衛生場那些做的 那些人工是不差的 但是同時他們上班的時間 都是要淪間 有時是日夜顛倒的 就正因為這樣 這一批人大多數 如果有小朋友都會請工人的 但是現在的人工升到那麼高的話 對他們來說是負擔幾重的 你有時是多了幾千元就多了幾千元 更何況現在他們是沒有工作 就講那些做賭場酒店的人來講 有很多人現在都是放著沒有身價的 那在放沒有身價的情況之下 你那個人工 家養人工去到那麼高 其實已經是逼近他們 那個放沒有身價收緊那個人工的了 這一點來講 我想對很多澳門人來講 都是幾吃力的叫做 再加上其實現在呢 澳門來講那個通脹壓力都是有的 物價又貴了 接下來可能下半年又加息 再加上你工人這條數 以及自己的收入又低了 甚至是失業 你想一下那個生活壓力 會去到幾重 那如果這個情況是再加劇的話 我想那些市民應該都會是過得幾辛苦的 即是你說你要出去找東西做 你出去做事 那自然呢 就沒有時間去照顧家裡的其他人的了 那可能要過工人啦 那但是啦 如果你的收入呢 是支持不到你這個開支的話呢 那家裡的小朋友 那我怎麼辦呢 可能啦 也都有人講啦 就說沒有錢 就不會誰請工人啦 其實啦 那這樣講啦 你如果一路用開的話呢 你沒有得用的話 你都是幾麻煩的 你首先你會不習慣啦 可能呢 你也是沒有辦法叫做去處理得到 兼顧得到工作和家庭的 是有個取捨的 就算我們再講完之後啦 如果是疫情完了 這一個這樣的人工 他不跌下來 那怎麼辦呢 如果他不跌下來的話 那其實變了他的人工 跟澳門人的人工 是差不多的 因為你現在看回啦 你有一部份的工種 是講的 是收緊最低工資的嘛 那你最低工資 都是6656元 6656元 6656元 你這個數更低過 那張圖所寫的7000多元啦 那其實我都有問過市場的 那市場方 市場那裏 是的而且確是有些工人 是要去到7000多元的 甚至更加貴都有的 可能已經在家裡做了很久了 那如果他走的話呢 扭計呢 都沒辦法要加工資 就加給他咯 可能會有些這樣的情況出現的 那這件事呢 其實都沒有說 誰對誰錯的 因爲你疫情影響啦 他回不到家 他自自然然 就想要那些其他東西 來代替到他 那個回家的那個補償 那要錢 都是沒有可厚非的 因爲你出來做事 都是為家賺錢的 那如果你說幾年都回不到家的話 那其實都是 對心理生理上 都幾大影響的 其實現在這個狀況 要維持到幾久呢 成完了之後 那個人工水平 又可不可以 去回到之前那個水平呢 其實現在 都真係好難答到大家 那你們對今集的內容 有些什麼看法呢 下面留個言講下 你們的想法我知啦 那今集就同大家 看到這裏先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